根据中共上海市纪委21日的通报 2014年12月31日晚 上海黄浦区区委书记、区长等10名干部公款吃喝 记者调查发现 涉事餐厅所在的商场还存在历史建筑变身高端餐饮等现象 干部吃喝门事发地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99号的一丰外滩员商场 商场三楼东侧有空缠、伊藏两家相邻的日式料理餐厅 据通报,采塌事件发生的当晚23时 部分黄浦区干部进入已经结束营业的空缠餐厅 随后由伊藏餐厅提供了寿司、面条、汤圆以及饮料、清酒等 全程消费2700余元,且未付费 黄浦区干部当晚人均消费 以远超上海市级机关伙食费人均150元的最高标准 据悉,空缠餐厅晚餐价格分别为 人均1880元、2880元与3880元三档 还需加收15%的服务费 酒水方面,一瓶日本清酒售价超过700元 自带酒水的要收取300元的开瓶费 用餐均需提前两天预定 记者调查发现,这两家高档餐厅所在的商场建筑 为始建于1911年的义丰洋行大楼 是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 而根据大陆规定,历史建筑内严禁设立高档餐饮场所 是在每一段时间前预定的处理 只行改成。 反正来,没什么,没什么 都管转便 都买一根 水,你只是在质量 穷水,我不是在质量 这一刻我会用的